在全国人民大学解放军的热潮中 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英雄八连的官兵来到了山西省西洋县 大寨公社大寨大队大队参观访问 向大寨人民学习 大寨大队支部书记陈永贵 向官兵们介绍大寨人民的英雄事迹 大寨人民以忘我的革命精神和穷山恶水作斗争 经过几年的努力改变了穷山沟的面貌 学大寨之志 长大寨之风 走大寨之路 这是英雄八连向大寨人民学习的战斗口号 军民在一起互相帮助互相学习 表现了深厚的革命友谊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直属机关将军和士兵一起动手 把内务卫生工作搞得十分出色 是全国爱国卫生运动的一面红旗 官兵们发扬了三八作风 内务卫生工作搞得快 标准高 要求严格 大寨之路 这里的家属宿舍处处干干净净 整整齐齐 大人和孩子都养成了讲卫生爱干净的良好习惯 黄顺域是吉林省严吉县东盛公社东盛大队第十生产队的妇女队长 由于她刻苦勤奋地学习毛主席著作 而被人称为山沟里的女秀才 三月八日全国复联主席蔡畅接见了黄顺域 政国卫典秀 向北京市各界一千多名妇女 介绍她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经验和体会 受到听众的热烈称赞 蒙古族牧民儿童 十一岁的龙梅和九岁的玉蓉 在零下三十七度的茫茫草原上 同暴风雪和老鹰搏斗了一个昼夜 保护住了公舍的羊群 但是两位小英雄受了严重的冻伤 龙梅和玉蓉在呼和浩特市 内蒙古人民医院受到了很好的照顾和治疗 三月三十一日 内蒙古自治区主席乌兰夫 副主席王在天等领导同志 亲切慰问英雄小姐妹 祝她们早日恢复健康 龙梅和玉蓉 他们舍己未公的模范行为和高尚品质 是全国青少年学习的好榜样 三月三十一日 中央文化部在首都隆重举行 一九六三年以来 优秀话剧创作及演出受奖大会 三月三十一日 国务院副总理陆定一向获奖者表示祝贺 同时祝贺全国各地方各剧种 在创作现代题材戏剧方面所取得的成功 文化部部长沈彦斌 向二十一个多幕剧和独幕剧的三十九位作者 编剧和二十个演出单位 分别颁发创作奖和演出奖 山东省话剧团演出的话剧丰收之后 是表现夏季小麦丰收之后 社员对如何处理鱼粮 如何正确对待国家 集体和个人三者之间的关系 展开的一场两种思想 两条道路的斗争 咱们丰收了 大伙分到了这么多的粮和钱 打算怎么开销呢 国陈 爱过去他开个会了 要提倡勤俭接约 都表示要多买鱼粮 要让国家制约国家的建设 对吧 对 让小梅算说到吴婶心眼里去了 我这次去学习 听领导上报告说 目前全国的形势很好 可有些地区还有灾情 再说咱国家还得建设 江大比小 咱全国就好比是个大家庭 一家人过日子拿好个姑个 我寻思着 咱们丰收了 是不是留下足够的口粮 种子粮 储备粮 再完成了国家的争够任务 把剩下的鱼粮 咱全部卖给国家 支援灾区 支援国家的建设 大伙说呢 对 咱们应该先想到国家建设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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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